12月30日至31日 广东耀港2018广东省小篮球联赛U12决赛在惠州顺利举行 经过两天角逐来自东莞赛区的东莞豪群一队 获得了U12男子组冠军 珠海赛区的联制队夺得U12女子组冠军 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篮球强 则中国篮球强小篮球运动肩负着发展中国篮球的重任 从小培养孩子热爱运动热爱篮球的兴趣和习惯从篮球运动中感受快乐 从而在其中发现篮球人才培养篮球精英肩负起中国篮球的未来 中国篮球协会在今年初推出篮球计划推出以来 得到全国各地的积极响应 因此为了更好地推动东省篮球的发展 让更多的城市及地区参与进来 让更多热爱篮球的少尔得到展现级的机会 东省篮球协会紧随中国篮球协会的步伐 在今推出借广东省篮球联赛 精彩瞬间东要港2018东省篮球联赛 分为分区预赛和省级决赛两个阶段 本届联赛设立了17个分赛区进行预赛 分为5个年龄段7个组别 分别是U6、U8、U10混合组 赛事从11月下旬开始直至12月中下旬的周末季 届东省小篮球联赛 共有895队伍近期签名运动员报名参加 U12男组的省级决赛 于12月30日至31日进行此前 东要港2018东省小篮球联赛 U6、U8、U10混合组 以及U14男组总决赛 于1215日16分别在深圳 惠州赛区圆满结束 本周末进U12组别的总决赛 共有36队伍近431名运动员参赛 两个赛日共进80场赛场 十分报参赛队伍先进组单循环赛 决出各组前两名并进交叉淘汰赛 最终决出各组别冠军颁奖一世裁判长何飞雄 宣读名字U12女子组 排名第一名连支队颁奖嘉宾 广东省篮球协会副会长张颖 广州委美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才 第二名前山凤翔队颁奖嘉宾 中国篮协三人篮球委员会常委 广东省篮球协会副秘书长 训练竞赛委员会主任林广宇 广州委美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段岳峰第四名新秀小学第五名玉童冲锋联队 第六名盐部中心小学颁奖嘉宾 广东省篮球协会青少年委员会主任 广东蓝联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李军第七名警备U12队U12男子组排名 第一名东莞豪群一队颁奖嘉宾 广州委美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段岳峰广州委美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才 第二名广州豪群精英队颁奖嘉宾 广东省篮球协会副会长张颖 广州委美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段岳峰第三名惠州新兴少年队颁奖嘉宾 中国篮协三人篮球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篮球协会副秘书长 训练竞赛委员会主任林广宇 广州委美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段岳峰第四名新会U12颁奖嘉宾 中国篮协三人篮球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篮球协会副秘书长 训练竞赛委员会主任林广宇 第五名为特篮球训练营颁颁奖嘉宾 中国篮协三人篮球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篮球协会副秘书长 训练竞赛委员会主任林广宇 第六名袁州红结队 第七名希望清训梦之队颁奖嘉宾 广东省篮球协会副秘书长 广东篮联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 曾光第八名申诺少儿篮球 颁发赞助商排便高级 合作伙伴广州委美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 广东要港 2018广东省小篮球联赛总决委 亦指定使用篮球架广州委美康教育发展有限公司颁奖嘉宾 广东省篮球协会副会长张颖 至此广东要港 2018广东省小篮球联赛已全部结束 尽管比赛总会有输赢 但想必运动员 家长 教练就连围观群众都收获满满 希望所有小球员都能发现未来的自己打我所想尽我所能 用小篮球实现自己的大梦想 发现未来的自己用小篮球绽放梦想 更多广东小篮球的精彩内容 点击链接获取 感谢一下赞助商及合作伙伴 对本届小篮球联赛的大力支持 总冠名商2018广东省小篮球联赛 唯一指定用球 狂迷篮球4、5、6号球狂迷篮球联系人黄小江 135兆99101092020118 广东省小篮球联赛中决赛 唯一指定比赛篮球奖 唯美康唯美康连系人段月峰 135、70562333 其办单位官方赞助商